要帶你來看賭南李明會堂 經過多年的爭取 今天終於落成啟用了 現場熱鬧滾滾 李明們都很開心 終於有屬於自己的李明會堂 請剪載 歷經多年 賭南李明會堂終於落成啟用了 現場歡欣鼓舞 賭南國小金龍隊帶來精采的演出 為賭南李明會堂啟用典禮揭開序幕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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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賭南李明活動中心 從我們91年開始 做都市計畫變更 而是原有的這個 賭南國小舊校舍 這個歡慰在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變成了第一個 變成為我們基隆市國立 我們特殊學校的校區 以及我們一方面 也做我們賭南李的李明活動中心 我們從97年開始 編列1050萬的預算 然後預算還差了719萬 我們後來經過七五七五位 這個議員的幫忙一個人 幫我們這個對於我們地方的建設的一個籌作金會 一個人一百萬 總共加五百萬 總共總工程會 我們有1769萬 我們在103年 這個五月份整個完成 我想這個整個活動中心 非常的這個大 非常的好 以後可以讓地方無論是長青 無論是婦女 無論是其他的社團都可以來應用 我想在這裡要謝謝這個 我們的圖南李的乙里長 外長齊齊非常用心 然後我們七五七 我們五位議員 我們高姑議員 蘇仁和議員 蘇財花議員 我們蔡旺年議員 我們張董衛議員 五位議員的幫忙 區公所在我們前任的趙齊長 以及我們前任的李齊長 大家同心協力 把它建置完成 都要謝謝大家 今天看到大家好高興喔 李明會堂得來不易 李明們歡欣鼓舞 以後有自己的地方辦活動 火弱地方居民的感情 很開心 真的 因為很舒適 看起來就很好了 感覺 非常貴心 齊獨區的五位市議員 以及地方獨南李里長 余佩如 都是盛裝出席 參與獨南李明會堂 落成啟用的時刻 記者蔡小鈞採訪報導